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次呢 我们就学习到七号 今天我们继续还要再学这个七号 等学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七教会 七印和七号呢 我们做一个总的一个认识 今天我们就可以持七号的内容可以学完 现在我们一通翻到启示录 启示录第九章 第九章 九章里面有两个内容 很清楚的是第五位天使吹号和第六位天使吹号 第五天使和第六天使 我们给各位解释过了 吹号就是表示呢 有征战或者有一个警告 一个整法要领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的七个号就是对于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给予狠狠的打击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 教会遇到了反对的势力 特别是罗马帝国开始 后来就是罗马教廷 教皇给予教会的各方面的一种破坏 这个破坏不仅仅是使得信徒肉体上受到痛苦 受到疼痛 而且在整个的教会当中使得灵性受到了很大的一种缺乏 因为把真理都抛弃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上帝一定要对这个 把教会形成了这么一个状况的势力呢 给予一个狠狠的打击 这就是我们提到呢 第一到第四号 现在第五号 我们上次给大家说过了 现在我们再略微回忆一下 第五号是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到从屋底坑里上来有那个烟 谁把屋底坑开开使烟把它冒出来了呢 就是有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 有屋底坑的钥匙给他 他就开了屋底坑 本来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星来代表好的一个领袖 一个救主 也代表呢 也代表那个不好的 恶的那个势力 也代表恶的势力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星啊 这个星原来呢 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你看 这个星啊 从天上落到地上 诶 原来在天上呢 现在就 因为它不好了 就落到地上来了 是不是啊 有这种过程 因为落在什么地方呢 落在这个荒凉的 称为是屋底坑 这么个地方 而且呢 它所做的工作 从天上到了地上以后 它把屋底坑开开以后 那个烟就出来 把日头和天空 都被搞得昏暗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势力 为什么从天上呢 因为它呢 它还采用了一些圣经上的道理 所以出自这个沙漠地的 出自沙漠地 阿勒伯的 麦迦的一位 我们上次提到 它是在公元多少年呢 就公元五百七十年 五百七十年 到六百三十二年 各位我们这个图里面都有的 图里面的第五号 第二星 穆罕默德 它是 它是在五百七十年到六百三十二年之间的 身为卖家 各位卖家在哪里呀 这一个地图 给大家表示一下 这是阿拉伯 这是我们中国 中国 往西面看 靠近西南边 这是印度 这是阿拉伯 阿拉伯 北面的就是土耳其 在阿拉伯的这个西边 这个地方就是麦迦 也就是我们说 穆罕默德 他出生的地方 各位阿拉伯呢 都是一片沙漠 这个地方称为一个很荒浮的 所以圣经里面说 它是 一个屋底坑 屋底坑 在原文的意思 也就指着荒浮 人很少的地方 这样来说的 所以他本来还是不错的 他能相信上帝 认上帝为救主 不错 但是他呢 不承认耶稣 因为耶稣是个先知 他自称呢 是最大的先知 把自己抬得很高 所以呢 他就从天上 也是个领袖 就掉到地上来了 圣经里面呢 这样形容的 让我们可以理解到他 如果他能很谦卑的 好好地学习圣经的话呢 他这个天上的星 也不会运落到地上来的 也不会把那许多的烟雾呢 使很多当时的人民 搞得不知道 这个方向 昏迷了 我们上次讲到了 他有一个特点 他的特点是进行 在他的这个教义当中呢 他的教义当中 有这么五个 五个善功 这五个善功呢 我们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里面的五个善功里面 有进食啊 还有祷告啊 特别重视祷告 还有要交拿 百分之二点五的税 去帮助一些穷苦的人 同时还有朝圣等等 这里面你看 他的这个五个善功啊 如果学习的话 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呢 他呢 就把自己自称是一个最大的先知 否认耶稣 把他那个好的地方 和错误的地方混到一块了 因此使人呢 就迷失了方向 这就成为一个烟雾 从屋底坑里上来 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而且这烟雾 势力很大 影响了多少人 我们下面呢 可以就看到了 到第六号的时候 当时接受他这个信仰的 受他影响的 有两万万两亿人 鬼度数字也是不小了 在这个第五号的时候提到 要叫人受苦五个月 受苦五个月 这五个月是 一百五十天呢 也就是五个月了 是吧 三十乘五 就是一百五十天 五个月 这五个月是在 阿拉伯 以后呢 就是土耳其 奥斯曼大帝 他在掌权的时候 这个一百五十天 一日等一年 就是一百五十年 是怎么开始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弟兄姊妹 我们上次讲过了 从哪一年开始啊 我们看 第五号的 这个表里面的 其中第六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受苦五个月的起点 从土耳其人 奥斯曼大帝 奥斯曼是土耳其的第一个 第一个皇帝了 从奥斯曼大帝 于公元 1299年7月27日 第一次攻击东罗马 他很残忍的一种行为 和蹂躏 他攻击啊 东罗马的什么地方呢 在历史上告诉我们 叫 尼克蒂亚 这个地点呢 大家可以 可以记得可以 尼克蒂亚 攻击尼克蒂亚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 这个时候 1299年 7月27号 各位 这个日子都有 7月27号都有 这个日子一天不能错的 对于我们下面在学习啊 第六号的时候 就非常有重要的关系在里头 7月27号 这个作为标志 从这一年 7月27号开始呢 他就毁坏了 东罗马的尼克蒂亚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叫尼克蒂亚 西罗马 亡了没有 弟兄姊妹 西罗马 西罗马在什么时候亡的 大家记得没有 请看 一到四号的最后一行 第四号吧 各位看到没有 第四号 公元476年 黑尔莱阿达瑟 打击西罗马 结果怎么样 一只亡国 这就是大家记住 西罗马在 第四号的时候就亡了 在什么时候呢 公元476年 黑尔莱阿达阿瑟 去攻打 所以到第五号的时候 就不打西罗马了 西罗马亡了 打东罗马 东罗马 开始攻打他的时候呢 就是 土耳其的奥斯曼大帝 刚才我们提到的1299年7月27号 可这个世界呢 攻打的时候有个特点 请大家看 在攻打的时候呢 不许他们怎么样 只让他们受苦 并不能够让他们致死 我们看第五节 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他们 各位知识上帝呢 对于这个东罗马 借助于土耳其 使他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 150年 他想死也不能死 就让他受苦 所以土耳其呢 就去蹂躏他 去攻击他 各位在这攻击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 第三节 第四节 并且吩咐他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和各样的轻物 并一起树木 唯独要伤害 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土耳其人 在罗马 在进行这个 蹂躏的时候 他怎么样来 做这个工作呢 怎么做这工作呢 什么是 得上 没有上帝印记的 在历史上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曾经这样记载 就是我们提到 圣经里预言的呢 看来完全就是这样应验的 就是这样应验的 他就给当时啊 这个土耳其啊 他的军队呢 给他一个军令一样 有这么几条 说没人都要执行的 打仗的时候 不可以杀害 富人和儿童 还有什么 不可以伤害 五谷 树 和装甲 以及生虎 什么人如果伤害的话 这是军令 第二呢 立了约 就要实行 第三 对于林一俗的 隐居的 敬拜上帝的 不可以害他 如果他 离开到 这个城市 到安静的地方去居住 他是敬拜上帝的 这样的人不要害他 因为他 他的科兰经里面呢 他是 以上帝为 宇宙的主宰的 相信上帝人 要保护他 第四 要和另外一等人 就是呢 撒旦的同党 他认为什么是撒旦的同党呢 就是啊 头上 剃有一个孔的 头发在头顶上 一片把它剃光了 他说你就看 凡是头上 头发留着一个孔的 你就要 勉强他 信这个伊斯兰教 他如果 不听你的话 你把他头 给他打烂 就打死他 就是这样 各位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第四节 所说到的 唯一都要伤害 额上 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可为什么 这个头上 头发上 留个孔 是没有上帝印记的呢 因为这是 罗马天主教 当时的 一种修士 他们就是头发上 剃个孔的 他们是 敬拜什么 敬拜武相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与上帝完全相悲了 所以呢 他们特别是 不遵守安息日 所以他们 没有上帝的印记 罗马教皇 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 是吧 这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所以呢 就是要伤害了额上 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指着这般人 我看是 很恰当的 而且这个势力呢 就是攻击 当时的 罗马 帝国 以及 罗马教廷 还有相信 罗马教的人 上次呢 我们 谈到这里的时候 前面不是 下面就是提到呢 这个几个 几个号吗 这四个号 都是对于 罗马 对国和 罗马教皇 前四号呢 主要是对于 西罗马 这个打击 这个证据是很好的 刚才我们提到 伊斯兰 和他呢 就有了冲突 而这冲突 看来很大 所以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教皇啊 向伊斯兰世界 他道歉 为什么道歉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 伊斯兰和他作战 就是土耳其啊 他呢 也狠狠 就用了十字军 十字军呢 不单是对基督徒 而且特别就是 对付着伊斯兰的 杀了很多 伊斯兰的军队 所以在这时候 他取得一个什么呢 我们上午讲到 他是世界上的 淫妇大淫妇和一切可赠之物 一切淫妇之母 因此呢 他要给他道歉 道歉了以后 给他握手 可以取得他的拥护 他可以做这个世界上 一切淫妇之母 他的一个手法 我们上午在讲到 三天时警告也提到 这个玫瑰啊 玫瑰玛利亚 他就吸引了世界上 各个宗派的人 去到他的面前 就是玫瑰啊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上的话 一定会应验 这一点呢 就是一个旁证 告诉我们 的确那个时候 是伊斯兰 就是土耳其人呢 去让他受苦的 这个历史上提到许多 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读了 总是让他受苦 但是又不毁灭他 生命太大了 嗡嗡嗡的 这个时间呢 弟兄姊妹 你先记住 先记住 就是我们讲到 这个五个月 五个月的开始 大家就会问了 这五个月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圣经预言也是很奇妙的 五个月结束之年 结束之年 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 第六位天使吹号呢 就是第五位天使呢 他结束之年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呢 第五位天使吹号 开始从1299年 7月27号 这一天都要算进去 因此呢 他经过了150天 应该到什么时候啊 大家可以算算吗 1299再加上个150 算算到哪一年了 你算一算 对吧 1449 圣经是预言了 让他受苦呢 只有这么150年 那到1449年呢 就要结束 结束以后怎么样 并不是结束了以后 不掉的受苦了 是进一步的要杀他 这个受苦不死的年代 只有五个月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 交代一下 第六位天使 什么时候开始吹号的 这就是第五个天使 吹号结束之年 在历史上呢 就这样告诉我们说 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1448年的年底 1448年 到1449年呢 各位你看到没有 差一年 不过这个呢 一直拖到1449年了 就是到了 这个150年了 应该结束的时候 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我们请大家看 我们第六号的 第六号的 这个图里面的第一 白拉大河的四个使者 释放了 怎么释放了 等等我们再给大家讲 东罗马皇帝 约翰八世 死了以后 因为他没有儿子 死后无子 便由他的兄弟 康斯丹丁继承 却要请求回教 国王苏丹 阿姆拉斯的许可 假面 各位这个是一段 一段历史了 我再说一下 就是到了这个1449年 初的时候 1448年底 这个时候呢 有一件事发生 就是东罗马的 皇帝呀 他是约翰八世 他要去世了 他没有儿子继承 因此就叫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叫什么呢 康斯丹丁 这个康斯丹丁 不是三百多年的 康斯丹丁了 是1449年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 是吧 康斯丹丁啊 有很多 他们国外呢 很多人名字都是重复的 中国也是这样 重名字人太多了 是吧 这个康斯丹丁呢 他要继承王位 但是那个时候 直到啊 谁在管理着 这个东罗马 让他受苦呢 谁呀 托尔齐 就是托尔齐了 这个势力了 正好管理着他 让他不死 但是管理着他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 在这个罗马皇帝呢 也有个心态 觉得他一直啊 我们受着他的挟制 所以呢 让他的兄弟来继承他 做王的时候呢 也就请示了 土耳其的 这个土耳其的国王 苏丹 叫什么呢 阿姆拉斯 请他呢 去把这个王冠 戴在他的兄弟的头上 就是这样 各位你看 这么一来 就是把他的权怎么样 完全给 交给谁了 交给托尔齐了 结果呢 这土耳其呢 他也觉得 还蛮高兴的 因为什么 因为 东罗马 能够 把他 看位这么高 一切都通过他了 他自己心里 也很满足 因此呢 他就去了 就派了两个人去 给这个 给康斯坦丁呢 给他加冕 同时呢 他送了些礼物给他 表示恭贺他 各位 这么一来的时候 好了 土耳其怎么样 他就更加的 有权柄了 东罗马 把权势也给他了 他就掌握了一个 政权 各位 这个材料呢 记载 罗马 兴衰时 罗马衰亡时 卷六 七十六章 三百六十五页 各位 这个经过 有好几个历史都讲到 就是 约翰八十死了以后 叫他的兄弟 康斯坦丁 继承 王位的时候 都是 这么一个记载 是土耳其的 苏丹 苏丹国王呢 被他加冕的 各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我们请大家看 十三节 十三节 九章第十三节 第六位天使 吹号 我就听见 有声音 从上帝面前 金坛的四脚 出来 各位声音 是从上帝那来的 说什么呢 吩咐呢 吹号的 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 呆他大河的 四个使者 释放了 这又是什么问题 大家又是不理解的 这四个使者 是什么呢 请大家看 我们这个表里面的 第六号 第六号 其中的第二段 从此呢 回教 国王苏丹 有四位住在 阿拉伯 留意的国家当中 这四个呢 都是 都是王 这个 阿拉伯 以康念 大马士哥 巴格达 这四个 他们都是苏丹的王 他们在 在这个苏丹 在回教国当中呢 他们是掌握有 四个 四分的权势的 他们 掌握着 可以说 回教呢 就分这么 这四个区了 就有这四个来掌管着的 我们再读一遍 叫阿拉伯 以康念 大马士哥 以及巴格达 这里面有点名字 我还比较熟悉的是吧 有点不大熟悉 在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 成全了这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罗马的皇帝 约翰巴士 死了以后 就把这权子 怎么样呢 就主动的交给了 交给了 回教国王 苏丹 阿姆拉斯 各位这么一来 很清楚嘛 这权 完全在谁的手里了 都到了 回教的手里了 可以说 土耳其 一点权都没有了 因为承认他是 比他高得多啊 是给他 按理王的冠冕的嘛 那么这么一来 土耳其 他就大得权势 得权势以后 怎么样呢 请大家看 因此 就是这一段的第四行 因此土耳其 在公元1449年 7月27日 得权 对东罗马侵略 实行毁灭 在前150年呢 我们讲到 第五号的时候 没有毁灭 这是柔令他 让他吃鞋苦头 从这个时候 四个使者 释放了 就是 东罗马 帝国呢 完全失去了主权 而土耳其 对他进行 侵略 毁灭 各位这是很厉害的 侵略和毁灭啊 这历史上告诉我们 我们 有好多历史 在这呢 总义就是这样 弟兄姊妹 大家理解了吧 这个 七号当中 最难懂的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 我想 我们这样 大家也理解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一年 1449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土耳其 去进攻 东罗马 进攻东罗马 而 进攻东罗马的年代 就是正好是 前面的 150年 正好满了 过去 他对 东罗马 没有 残苦的 杀害 只是叫他 受血痛苦 从这年开始 就是侵略和毁灭 怎么得权的呢 是 是个 东罗马 主动把权 给给土耳其了 因为 叫他去 案例呢 这个 康斯丹帝 为皇帝 是这么来的 你把权给我了 好 我正好要得权 那我就 对你进行 狠狠的打击 就是这样 这就是 第六号 开始了 第六号开始呢 里面呢 提到 四个使者释放 我们也理解了 就是四个教区 里面的四个王 他们就自由了 由东罗马 开始 被打击了 这四个教区的王呢 也就更加的放肆 去蹂躏 攻打 东罗马 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请看 九章的第十四节 那四个使者 就被释放 他们原始 预备好了 到某年 某月 某日 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原文的时候 这个在翻译上 有些不大卡当 我们请大家看 我们这个图里面的 第六号的第二 德权的七线 启示入九章十五节的 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 应该翻译成什么 一年一月 一日一时 内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这个就比较明确了 你某年某月 等于是不说 等于是说空话 某年某月 根本没有定向的 你说了 有什么用处了 所以在翻译当中 翻译的不卡当 原文的意思就是 一年一月 一日一时 这就有意思了 在一日等于一年的情况之下 我们算一算 一年是多少呢 下面告诉我们 三百六十天 是吧 一个月呢 三十天 再加上三十天 一日呢 等于一年 再加上一年 还有一时 一时是一天的几分之几啊 二十四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一呢 等于多少 就十五天 一年的二十四分之一 是十五天 好了 现在加起来 一年三百六十天 加上个三十 再加上一 再加上个十五天 是多少呢 三百九十一年 零十五天 这就是一年一月 一日一时 按一日 顶一年来计算 圣经里面 凡是遇到 讲预言了 弟兄姊妹 一个规律 就是一日 等于一年 绝对的 这样 你去计算 就完全營业了 这么说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第十五节 我再读一下 大家再看 九章十五节 那四个使者就释放 就被释放 他们原始 他们原始预备好了 到一年 到应该是再 在一年 一月 一日 一时内 要杀 人的三分之一 这个意思我们 可以理解 就是说他有权 土耳其有了权了 这个权有多 有多长呢 就是加起来是 总之是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 这个权给他 过了这个期限以后 他就失权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理解了没有 因为在 这个时间当中 他要杀人 三分之一 他有这个权 圣经就这么预言了 到底应验了没有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 过去 就是复林运动的时候 复林运动的时候 各位你看 这个年代啊 我们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就是从他得权 十一四四九年 七月二十七号 再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 加上多少呢 加上 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 你算一算 大家算一下 一四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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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七 再加上个 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 得权是一四四九年 一四四九年 这样下 一四四九 一四四九 这是零 加上一个 四 一八四零年 这个对了 一八四零年 一八四零年 就到公元一八四零年了 那后面八月十一号怎么来的 要从七月二十七号 再加上十五天 七月二十七号 加十五天 七月二十七号 加上十五天 各位 这十五天加起来以后 你看 哦 哦 对 加十五天 十五天 十五天是多少天了 这是 二 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 它应该又有一个月了 是吧 一个月 现在进上一个月 就是八月了 八个月 八月十二号 对不对 就得以八月十二号 七月多少 到了 哦 七月大 三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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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不错 一八四零年八月十一号 就是从 他得权了以后 对东罗马进行蹂躏 给他多少期限呢 给他一年一月一日一时 就是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 这样加起来的时候 我们一加呢 就到什么时候了 到一八四零年八月十一号 各位这个 哪一天都有啊 这个是 如果 不是出于上帝的话 绝对不会 这么准确应验的 怎么应验的呢 我们在这个 一位李奇牧师 李奇牧师是在 复林运动的时候 一个很热心的一个牧师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基督还没有来 也就是 他们所盼望的 一八四四年 还没有来到 在这以前的时候 这个事情应验在什么时候 一八四零年 所以一八四四年 还有 还有四年了 这个预言应验了以后 对当时的复林信徒 一个极大的 鼓励 他们说这么 准确的预言都应验了 耶稣一定会来 所以李奇牧师呢 就是这样计算了 他计算他就说 如果是1299年7月27号 的确就是第一次对罗马 尼克迪亚的一个地区的攻击 经过一百五十年 就到了1449年的7月27号 这个是肯定的 是准确的 那么土耳其呢 就要在1840年8月11号 他要亡国 这个没有应验以前 谁敢讲啊 但是李奇牧师呢 他就是研究了以后 对这段语言 他非常肯定 就是应该这样的 有缺失的历史材料 这就说明缺失有历史材料 如果历史材料 不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语言 就不会这么应验了 这是他第一次 两年以前 他就提出来 到这个1840年8月11号 还有几天 大概十天的时间 他再次提出来 他就指明8月11号 这一天土耳其亚亡国 结果呢 怎么样呢 就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一段有个历史 各位这个历史呢 在这里 我这画了个地图 大致上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土耳其 这是埃及 土耳其啊 在当时的时候 还是蛮厉害的 我们 查考历史呢 在1828年的时候 土耳之战 1828年 这个土耳其和俄国来打 结果 这一战打了以后呢 他还是失败了 俄国比他还是强了 就把什么黑海 把黑海一北呢 就给俄国了 以后呢 就是到了 1839年 1839年 4月的时候 他就和埃及 过去和埃及打过 这次呢 又和埃及打 德国没有打胜 现在和埃及打 埃及第二次打的时候呢 看来呢 是被 这个土军打败了 就是埃及啊 被土耳其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 土耳其啊 就对埃及说了 既然你败了 你要每一年给我拿贡 你给我交多少钱 埃及呢 就是不大福 输了 已经觉得很懊恼了 还要给你钱 那不干 不给你钱 不给你钱 我们再干一仗 所以紧接着就再打 这次一打的时候啊 埃及啊 因为他觉得 这个志气的 好像是很很足的 结果一打一打 一直打到土耳其 打到他的 这个君子弹林宝去了 打到他的这个 心脏地方去了 这个土耳其呢 他是觉得无法应付了 这个时候呢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四个国家 我们在这里 一个是俄国 这是俄国 还有呢 这块地方的奥地利 在这里是德国 还有英国 这四个国家就参与了 我还在考虑 为什么他们参与呢 因为他们感到 埃及如果是把 土耳其的征服的话 还会 往这北面 西北去啊 对他们来说也是威胁 因为当时的埃及 也是蛮厉害的 我想这个可能是 一个成分在里面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愿意帮助土耳其 去打埃及 帮助土耳其 打埃及 这样的时候呢 也可以呢 取得了一些好处 因为土耳其在的时候 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景地了 这四个国家就联合起来 他们开了会 商量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土耳其 但是有条件的 帮助了你以后 你就是要听我们的了 一切要听从这四个国家的指挥 这个谈定了以后 就给土耳其谈 土耳其你愿意吗 现在你看埃及这么厉害 越打越近了 我们来帮助你 帮助你以后啊 你就要 一起要听我们的 所以在历史上 大家记得 一个ID每顿书啊 这里 这里提到吧 ID每顿书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ID每顿书 土耳其同意了 他就递交ID每顿书 给谁呢 给给埃及 土耳其同意了以后啊 这四个国家就联合起来 写了一份ID每顿书 递交给埃及 告诉他 你现在不能再打土耳其 如果你打的话 我们四国连起来就打你 就是这么一个 最后通牒了 在什么时候呢 就在 8月11号 所以这一天呢 递交了以后 埃及 只得被迫接受 不再打土耳其了 而从这天开始呢 土耳其就成了 这四个国家的 富庸国 你要听我的支配 所以他呢 就等于啊 这个 明存实亡了 一切都要受制于 这四个强国 国那个时候 成为四个强国了 有个德国 澳地利亚 英国和俄国 历史上 技术的就是这么个经验 正好是 8月11号 所以我看到 这段预言的时候 给我一个 很大的一个感动 上帝的话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把这件事提出来呢 就是要兼顾我们的信心 圣经里面 有很多预言 是一个概括的 或者大的 但是呢 也很少有指明 哪一天的事情 但这个事情就是 指明了那一天 要发生的事 上帝对于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都在他的掌管里面 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 8月11号 这个预言 应验了以后 福利信头可以说 大增信心了 1844年 我们的主肯定要来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 增加他们信心的一个预言 紧接着呢 后来 在这个以前 还有1833年的 众星坠落啊 等等 历史上呢 就是技术 这件事 下面我们 再看下去啊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马军有两万万 他们的数目 我听见了 在异象中 看见那些 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 有甲 如火 与紫马脑 并硫磺 马的头 好像狮子 有火 有烟 有硫磺 从马口中 出来 口中 所出来的火 与烟 并硫磺 这三样 灾 杀了 人的三分之一 各位我们 给大家提到了 为什么三分之一啊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上次就提到 为什么是三分之一呢 因为 康斯甘丁 三百多年 他死了以后 他的三个儿子 把罗马 分成三分 大家不要忘记啊 所以你看 在 每一个号 都提到三分之一 因为他打击的 正好是 他三个儿子 一个儿子 所管辖的地区 这次打击的是 东罗马 东罗马正好是 罗马的三分之一 所以他就提到了 杀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 和尾巴上 因为尾巴像蛇 并且 有头 用于害人 其余 未曾 被这些 灾所杀的人 仍旧 不悔改 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 拜 鬼魔 和那些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同铁 牧师的偶像 又不悔改 他们 那些 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我们 读完了以后呢 回顾过来 我们先看一看 第十六节所提到的 是什么呢 马军 有 两万万 这个地方呢 我们 研究历史 就看到了 这是提到 回教的 他的势力了 当时呢 整个的 回民有多少 有两亿 那为什么 拿这个 就代表 整个的 这个回民了呢 因为 这个语言 是表示 一个势力 一个势力 对 当时的 东罗马的打击 我们就可以 这样说 就是 整个的呢 这个回民呢 他们是有 两万万 查历史 那个时候 是这样 下面呢 所以形容的一切呢 我们就不去细讲了 提到那个 马啊 和骑马的 以及 他们骑马的 带着什么 甲 有火 紫马脑 硫磺 马的头 好像狮子头 有火 有烟 有硫磺 从马口中出来 这点我说一下 为什么 这些从马的口中 出来呢 因为 伊斯兰 他们的 骑兵 是有名的 在世界上 我上次给大家说过 我小的时候 就看见过 因为住在 都是回民所住的地方 他们打靶 是 的确是非常准确的 他们一个小的 撑子 就放在马的头上 马的头 就像支架一样 他随便拿方向 打得非常准 这样打什么 肯定 马跑得很快 他都能把他打住 因为我们看 他们在那里表演 为什么从口里出来呢 因为 他这个射击的时候呢 就是 顺着马的头 头的方向往射击的 所以 立眼看了 好像马的口里 都喷出来的一样 还有一点呢 也是 预言的音验 很奇妙的 有火 有烟 有硫磺 各位 这是用了火药了 用火药 什么时候开始 用火药的呢 就是在 14 在1299年以后 到14几年 确定时间呢 大家可以查一查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 土耳其 他在攻打东东马马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发明了火药 在过去还没有 过去还没有这个枪 有火药 就在这个时间呢 就发明了火药 所以土耳其人呢 他们就用这个火药 做着枪 去进行射击 进行攻打了 这个年代 这个年代正好符合 下面 我们请大家 再注意一下 第二十节 其未曾 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 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 鬼魔 等等 各位指着什么呢 大家记得 这一次的 我们说 这一次的 这个灾祸 是对谁的呢 是土耳其 对当时的 罗马教皇 罗马教廷 以及当时的 相信罗马教廷的人 给他一个打击 这个打击呢 可能说是很 很普遍的 他们虽然受到了 这个打击以后呢 还有一些人 没有直接受到 但是他们 还是不悔改 就提到什么 提到罗马教廷 当时罗马帝国 上帝已经这样的 管教他们了 让伊斯兰人 让他们受到苦 可是他们怎么样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银 金银 同木石 的偶像 各位 是不是啊 我们说 罗马 天子教 是不是 拜的就是这个 我看是不错的 这个里面 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说 他真正拜偶像 他所拜的偶像 可以说 用各种的东西 把它雕刻的 有些 可能也是用 金银 同木石 你看了 这里面的质量不一样 有最好的金子 也有石头 也有木筹 是啊 他在各地 他所造的教堂里头 根据他的情况 他用不同的 用石头 用木头 或者质量很好的 用金银 来做偶像 玛利亚 彼得 保罗的像 就是这样 他们去拜 还是不悔改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什么呢 他们崇拜的 就是金银 我们在上午啊 给大家讲到 第二位天使信息的时候 这个大淫妇 巴比伦 他的金橱被亮了 占世界上 第二位 他的金子呢 送到纽约去 美国给他储存起来 他随时可以从那里用 他觉得那里保险一些 因为他的国家 只有0.44个平方公里 那么小啊 他的金子是放在地下室 藏起来的 难免不被人知道 那么小的国家 一打给他抢 就给他抢走了 所以他把金子呢 就运到美国去 给他存起来 但是他的金橱被亮 是占世界第二位的 各位 你看他怎么样 是不是啊 他败这个 世界上的金银财宝 另外呢 他实际上 就败这些假神 第二十一节 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 但是他的金橱被亮 是占世界第二位的 各位 你看他怎么样 是不是啊 他败这个世界上的金银财宝 另外呢 他也实际上就败这些假神 第二十一节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 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的确不错 各位 直到现在 我们早上的时候啊 给大家 看一下 我看在这儿 正好 我把这个材料还在这儿 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面提到的 忍不悔改那些凶杀 他虽然承认了 他过去杀了 不对 现在他还是这样 只是他现在 权还没有到手 他一 到手的话 他就会凶杀的 我们看到 他现在有个通语 对基督福利安息日会的信徒 他是刻骨的仇恨 他说叫美国 现在没收他们的财产 给他们最严厉的刑法 制止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在美国办医院 办学校等等 他已经发布这个 预指出来了 凶杀 邪术 他靠什么 他也相信招魂术 现在招魂术呢 和这个叛道的基督教 以及罗马天主教 已经逐渐的联合起来 这个招魂术是个最大的邪术 让人呢 琢磨不到 行很多超人的事 招魂术的确会做到这一切 这是邪术 另外奸淫 奸淫呢 我在这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环球时报 六月十三号 弟兄姊妹可能看到过吧 美国神父呢 全线崩溃 这里面提到 两千个神父都是犯奸淫罪的 两千个 这个报上登出来 肯定是有依据的 如果没有依据的话 他们不要反了吗 你们中国 你这样登啊 既然登出来 那是有依据的 肯定是如此 而且我们有好堆材料 已经说明 他们的修士 像马丁路德开始也是做修士的 男的 还有神父 教皇 差不多都是犯第七条 界面的 而且有的犯的很严重 很严重 不是一个是几十几百 他们去犯这个罪啊 所以这个地方说呢 仍然不悔改他们奸淫 以及偷窃的事 什么是偷窃呢 他的手法很巧妙 他一种让你幸福他 甘心乐意 把钱给他 最明显的就是赎罪倦 你犯的罪 到炼狱里头炼的时候 活着的人 你捐钱好了 他等于是补赎 立功 怎么补赎 怎么立功呢 拿钱是最好 所以他的钱会那么多 为什么他的金储备量那么多呢 他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说是偷窃 各位 偷窃两个字就是 你用不同的方式 不该得的钱 你得到了 就是偷窃 很高级 很巧妙而已 各位 各位我们这样说 不是把这些罪过都 故意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所做的事 的确就是如此 各位以后有机会 你可以看看一本圣经手册 然后就讲到历任的教皇 他们所犯的罪 让你看到的确是非常可耻的 这里面也是有个关系 因为他们本身所定的就是与圣经相悖 为什么你禁止所有的天主教的圣职人员都不准结婚呢 不结婚像保罗一样是自己对上帝的一个立约的关系 你定下来就错了 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定下来的一夫一妻嘛 而且上帝要借此让世上能够满了他的儿女 一定要是与上帝的旨意相悖的 结果怎么样好了 造成了多可耻多少的罪恶出现 这都是一种邪淫的 一种错觉的道理来带来的 是上帝所绝不喜欢的 各位这就是我们谈到的第六号 第六号我们谈到这里 大家可以理解了 虽然受到了打击 在罗马教廷罗马教皇等等 他们还是不得教训了 因此还要给他们第七位天使吹号 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给他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打击 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 到什么时候了 就是主耶稣要来 对他们要降下七大灾 这七大灾是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重的灾 我们学下去 学到十五章十六章 我们再仔细讲七大灾 七大灾也就是第七号 最后要实在实行在这许多 背叛上帝 攻击上帝的这个势力身上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 第七位 第七天使吹号 各位大家看到 第七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割了两章 是吧 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第几章了 到十一章 第十五节去了 因此九章二十一节 第六天使吹号呢 过了以后 就讲第十章的内容 又讲了十一章 一到十四节的内容 然后跳过这两个 再讲第七位天使吹号 为什么这样呢 各位 为什么不连着讲下去啊 因为第十章发生的事 是在什么时候 1844年 第十一章发生的事 在什么时候 第十七九八年 前四年开始 一直延续到 18到 差不多了199年 所以呢 这两件事呢 就放在 第六和第七吹号的中间 因为发生的事 正好在这两个号的中间 第六号我们说 到什么时候结束啊 弟兄姊妹 到哪一年结束 刚才我们讲过了 应该到什么时候 1840年8月11号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第十 第十一章呢 就是插入这个地方 正好是按照 次序 时间方面排列 是恰当的 这个地图我们已经看过了 画出来了 当时各位 你看到 这罗马 是罗马在这里 这个地图上 再清楚地看看 这就是 普尔齐 那是罗马帝国 到这边呢 这一片就是阿拉伯 这一片是阿拉伯 所以 普尔齐阿拉伯 对罗马帝国的一种 打击侵犯 是他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目的就是要 在这个时候 因为教皇势力 可以说 到了这个时候 他是越来越厉害 上帝看到了 如果不给他阻止一下的话 那么上帝子民就要 更多的遭受到危害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宗教改革家 是谁呀 世界上宗教改革的成心 大家知道谁吗 英国的威克利夫 十三 十四世纪的时候开始 也正好在的时候 上帝一方面 兴起 这个伊斯兰的 从一二几年 就给他进行 扰乱他 蹂躏他 到了一四几年 就打击他 另外呢 就兴起宗教改革 第一个就是威克利夫 以后到了一五几年 到一四几年 就是 杰克斯拉伐克的 胡斯和耶罗 紧接着就是 德国的威克利夫 一五几年 再接下去呢 就是瑞士啊 法国啊 李文里 科尔文啊 路易波昆啊 等等 那些宗教改革家就起来 所以一方面 宗教改革家起来 另外还有一个 宗教改革 他是以上帝的话来 推翻教皇 而这个伊斯兰呢 是拿着军队去 打他 让他呢 无暇再去啊 来去阻止那许多 反对他的人 我们很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许多呢 给我们 基督徒有个信心 是不是 我们不要怕 只要我们做得对 所以教会永远是在 上帝的大爱保护之下 七教会七印七号 这个三个七的势力 并行着 就是为了 使上帝的儿女 在这个时期当中 要经过锻炼 经过考验 让他们看出 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 各位 我们学习了这个 预言以后 你是不是觉得信心 更加的增强了呢 上帝啊 你的话是 如此的准确 我们的信仰 就建在一个 磐石上 因为这是 最可靠的 预言的应验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最可靠的磐石 一个基督徒 相信上帝 不会动摇 经验要紧 比方你的病好了 你的困难给你解决了 这些都是需要的 这是一种感性的认识 但是基督徒 更需要的是理性的认识 理性的认识 就是预言 这是 在什么时候 都可以见证 这位永活的上帝 他是存在的 他知道 以后的事 这么准确 那一篇的事 都预言出来了 不是上帝预言的吗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 上帝 的确是有真有活的 他知道一切 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 最重要的基础 理性的认识 有理性的认识 有感性的认识 我的病也好了 我的罪 主也赦免了 我的困难 主也解决了 你有见证 见证 是感性的认识 和理性的认识 配合起来 一个基督徒 就会立在磐石上 他越来 预嘱越亲近 预嘱的关系 就越密切 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常常 回想上帝的话应验 一想到 上帝的话应验了 预言那么准确的应验了 就给我们一个 用不安的一种活力在里面 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 太阳光 呼吸空气 我们所吃的 甚至我们吃一个苹果 我们都感到增加信心 主啊 不是你 哪里会有的苹果呢 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都是证据 我们生活当中 就会给我们一种力量 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 它一定会实现 它一定会来到的 好 关于第十章 第十一章呢 我们下次再讲 现在我们讲十一章的 第十五节到十九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我们把这个七个号筒啊 我们把它讲完 下次我们再讲十章十一章 我们看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我们一同来读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庸庸远远 在上帝面前 坐在自己胃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浮于地 敬拜上帝说 西在今在的主上帝 全能者 我们感谢你 因你支掌大权做王了 好 我们暂时读到这里 先读这三节 各位第七号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应该接着 1840年8月11号 以后就应该开始第七号 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分 我们看看这个表里面的啊 表里面的 表里面的这个七个号 第一号到第四号呢 我们看到476年就结束了 第五号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着重的讲到这个150天 150年蝎子遮人受苦 所以就提到呢 是这个时间 1299 7月27 到1499 7月27 第六号的时候 1499 7月27 到1840年8月11日 因此七号呢 我觉得这样再接下去 很合理 是吧 这一点我为什么提出来呢 因为在我们解释的当中呢 有一个不同的 也是我们教会的 本会的 认为七号是应该 耶稣再来 才开始七号 因此呢 六号结束以后 这一段是空白的 到耶稣再来 就开始第七号 这是 这是一个看法 那么在过去的 我们教会 可以说长时间呢 都是1840年 但现在 有的牧师呢 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影响力 也是有的 现在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 我们大家去思考一下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实际上呢 我们说 从1840年 开始 或者我们说 就是耶稣来的时候 才是第七号呢 这个时间方面 在我看来 没有 太大的差异 弟兄怎么会说呢 差异这么多 怎么没有差异呢 1840年 到耶稣再来 我们说现在是2002年了 已经过了多少了 过了160多年了 怎么没有差异啊 差160多年 各位 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1840年 开始就传什么 复林运动的信息 因此就进入了复林运动 也就是我们的主呢 要开始查案审判了 对不对 开始查案审判了 开始查案审判了 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 查案审判的时候 那是随时可以出来的 因为古时候 只有一天的时间 在支圣所 那么天上呢 是1844年 特定的到天上的支圣所去 多长时间呢 如果耶稣去了 一年就出来 完全可以 两年出来也可以 因为这个时间是不定的 不定关键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地上的人 是不是预备好了 上帝在那里拣选呢 等待着 等待着 等待什么 我们悔改 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如果真的悔改了 好 我们主早已来了 不要等到2002年了 因为现在 主还在等待 希望上帝的国 上帝有一个预定的数字 满了 好 主就要来 所以我说呢 到支圣所以后呢 这个时间呢 可长可短的 如果你说 耶稣再来 也可以 你说进入支圣所 开始也可以 这是 我认为这两个 没有太大的矛盾 但是我们 从这个内容来看看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想 大家来分辨一下吧 好吧 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第七位天使吹号 从这几节经文看来呢 就是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就是耶稣来了 对吧 耶稣来了才能成为主基督的国啊 所以主张呢 是耶稣再来 是吹第七号 有这个理由 因为这两节经文看到什么呢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作王直到永远 这不是主来了吗 主不来怎么会成为主的国呢 各位这是 多么值得我们 高兴的事 下面呢 十六节 那二十四位长老呢 更加的高兴 他就服服在地 敬拜上帝 说什么 西在 今在的主上帝 全能者啊 我们感谢你 因你支掌 大权 作王了 各位 这两节经文 如果今天我们 真的在主里面 爱主的话 我们的确看到了以后 我们会 无心的感动 因为什么 主的国来到了 这多么喜乐啊 我们一切的盼望 信仰就是 集中在主耶稣来了 早晨 我也给弟兄姊妹提到过 弟兄姊妹 你每天起来的祷告 是什么 你的祷告是什么 你能不能够这样祷告 主耶稣啊 今天 我盼望你来 能不能够这样 我看 这样祷告的人 可能有很少 今天明明 我还要去收拾房子 我还要读书 我还要工作 我还做生意呢 我能说主耶稣啊 今天你就来吧 这个好像是 很少人会这样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 以后我们祷告 真的 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情 主耶稣啊 今天我就盼望你来 各位 这就是我们预备好了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说 主耶稣啊 今天你来呢 启示录 最后约翰不是说吗 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 就是我们 没有准备好 我们还有个人的事 还有自己的打算 我自己打算 要不要啊 我说这话的意思 大家会觉得 哎 新的图太不现实了 现在我读书吗 我高中还没业呢 明天我当然要读书了 各位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在读书 或者今天 你在一个企业当中 你做个经理 今天你知道 我今天我要去办事 而且昨天 留下来很多的事要办 但是今天早上 你起来的时候 你有个愿望 主耶稣啊 今天你来吧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你真正预备好了 虽然我去读书 我去做个经理 我要办理我的事了 但是我在主的面前 我一切的罪都求主 解禁了 我的确 我现在就准备好了 主耶稣你来 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迎见你 这就是真正在主的里面 每一天力求成圣的 我们不做到这一点 不能够每天说 主耶稣啊 你来 弟兄姊妹 我可以劝勉大家 这样的灵性是危险的 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你才敢说 主耶稣啊 你来到哪一天呢 你能定下来吗 等五年以后 我再说 主耶稣啊 我早上起来就说你来 能定下来吗 我看你也定不下来 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几乎我们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要在每一天预备好 就是更快的是我们离罪成圣 我们能够真正有这把握啊 主耶稣啊 今天你来 你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真正能够有见 所以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警醒 要警醒预备 警醒预备就是天天警醒预备 所以我们读到了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呢 上帝就过来到了 二四位长老 你看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真是无法来羞辱的 原主书我们充满着这种心情 第十八节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这外邦发怒啊 各位啊 这是战争 我们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外邦发怒的 你看多少人就是拿着小孩子作为人质 你 你不给我 答应什么 我把你孩子杀了 各位 现在人就是这样 很凶的 很惨暴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呢 他呢 要掌大权 外邦发怒 大家注意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不信上帝的人 恶使者 在那鼓动人战争啊 这个常常是 那个暴躁的脾气啊 在世界各地都有 整个的世界就处在一个 我们看到 罪恶魔鬼所鼓动的那种 凶杀 残暴 各位你看到没有 我看到有好多的 一些年轻弟兄姊妹呢 问他 你爱看什么 什么小孩子就爱看什么 武打骗子 打杀 手轻 你打我 我打你 各位 现在 在中国限制这个武器的 在国外呢 谁都有武器啊 所以看到这个世界 的确是让我们 感到主耶稣来的日子 的确临近了 上帝要发怒 下面 什么是上帝发怒了 就是主耶稣 在来的时候 要对恶人进行 最严厉的 给他的凶法 下面一句什么 审判死人的时候 也到了 各位 什么时候审判死人呢 什么时候审判死人呢 什么时候开始审判死人 1840年 是不是啊 1840年 查案审判 是不是审判死人 当然 后来也审判活人 从亚当开始审判 1840年 我们可以说是审判死人 因为过去的人 每一个都要进行审判 还有什么时候审判死人呢 1000年 1000年也是审判死人 那时候所有恶人 在1000年要受审 所以呢 我们说 1840年 1840年 以后不是到1840年了吗 所以我们说 第七号是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应该从查案审判开始 因为查案审判是从第一个亚当死的人开始审判 所以我认为呢 应该从 这个 我们说 第六位天使 第六天使吹号结束 所以这是一个理由 我们 再看 第十九节 还有个理由 第十九节是什么 当时 上帝天上的变开了 在他的殿中显出他的月柜 各位 这在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上帝的殿开了显出月柜呢 唐远平姐妹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殿开了显出月柜啊 我们学习 学习七教会的时候 大家记得吧 哪一个教会 耶稣说 我给你们一个开了的门 是没有人能关的 第几个时期的教会啊 大家记得没有 第六 费拉铁匪 费拉铁匪教会 这个表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表里面 第六个时期的教会 是几年到几年呢 1834年到1840年 这个时候 很明确的 请大家看启示录 启示录 启示录 第三章 三章 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 费拉铁匪教会的 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 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 开的 说 我们再看 第八节的最后一句 看了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 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各位 根据七教会来讲 这是第六个时期的教会了 正好处在 福林运动的时候 什么门 进入至圣所的门 开了 过去 在1844年以前 耶稣在圣所里面 供之 因此不到至圣所去 到1844年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门 开了 所以刚才 我们看到的 至圣所的门 开了 里面显出什么 至圣所里面有什么 月桂 所以我们再请大家看 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十一章的第十九节 当时上帝 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的殿中 显出他的月桂来 注意当时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天上的殿开门 应该在哪一年 1844年 所以我们认为 第七位天使吹号 应该在1844年 我们说1840年 接着第六号也可以 总是差不多在这几年 这个问题不大 对吧 所以我认为呢 是应该从 从谈审判开始 因为这节经文 肯定的 各位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 读一下 读一下 怀石墨 怀石墨提到的 我想这节经文呢 预言之内 我们解释是很准确的 上帝 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显出他的月桂 启述十一章 十九节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 上帝的月桂 安放在圣所的第二层 也就是支圣所中 在这本是天上 式的形状和影像的 地上圣所的宠寺中 只有在赎罪大日 才能打开这第二层圣所 执行 竭尽圣所之理 因此 约翰宣布 上帝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的殿中 显出他的月桂 这是指着 一八四四年 天上的 至圣所开了 基督 进到那里去 执行赎罪的最后工作 怀世姆在 三百一十三页 第二十五章 预言中的美国提到了 很明确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还是应该 从查案审判开始 因为这些经文 更明确告诉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觉得 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 当然还有怀世姆 给我们的教导 就更明确一些 好 我们再看下去 第十八节 你的仆人 你的仆人呢 众先知 你的仆人 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 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 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各位 这是最后的 外邦发怒 这个发怒是谁 发起的 就是这个 恶者撒旦 各位 我们在这里表达的 就是恶者撒旦 他发动 他要发怒吗 实际上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是不轻易发怒的 这一次的 这个世界 恶者发怒 和耶稣基督的发怒 其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请大家看 启示录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我们请看 第十五节 六章 六章第十五节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父父 壮士 和一切 为奴的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 和岩石学里 像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做宝座者的面目 和都养的什么 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立得住呢 人的愤怒 魔鬼的愤怒 恶人的愤怒 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他是必然有失败的 所以当那个时候 我看 那许多发怒的人呢 在上帝的怒气之下 那是 吓得魂不覆体 他们大不得 哎呀 早点信耶稣就好了 让上帝来保护他 但是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他们的心里 已经是很刚硬了 这就是刚才 我们所看到的 上帝的律法 是他宝座的根基 因此呢 第七号 应该从开始 谈审判 这个时候开始 进入第七号 随时呢 主耶稣基督 传审判接受 他就会再来的 这个是表示什么 表示呢 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到了 各位 这一天呢 就是我们真的得到了赏赐 我们在主的面前 能够和耶稣基督在一起 他伸出他的 被钉的双手来 接纳我们 各位 如果这一天 我们能够 出拥在耶稣的周围 那是最喜乐 最喜乐的 也就是刚才 我们所读的 凡尽为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 也就到了 下面什么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 职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到了吧 这个早晨之星 明亮之星 早晨之死 他一直要与上帝为敌 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 我要与至上的同等 他是败坏世界的 败坏世界的根源 就是这个恶事者 上帝 败坏他的时候 到了 各位败坏他的时候 初步 就是那些服从他的人 和他 要在 七大灾的时候受苦 还有什么 一千年的时候 这个撒旦要受苦 撒旦一千年的时候 是最痛苦的 因为他没有事情做了 他被捆绑 他每天就在那 回想他自己 犯罪 以及看到将来 要面临的刑罚 他越想 越痛苦 这上帝让他 在一千年的时候 要受到这个痛苦 一千年以后呢 好 有火 完全都烧了 一千年以后 所有的恶人 和撒旦 都要 被用火 来洁净 这就是我们 看到的 《奇事录》后面的 二十章里面 所提到的 最后 整个的世界 好像火海一样 这是最彻底的 各位 经过火的东西 任何细菌都没有了 经过火以后 可以说是最洁净的 就我们在医院里 动手术的时候 有的时候来不及 没有消毒 怎么样 那些都能够 精火的器械 你在酒精灯上烧一烧 可以 没有细菌 这是最好的 结菌的方法 所以将来 一切的罪恶 彻底的解决 就是用火 把他完全 瘦了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当时 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的殿中 显出 他的月柜 这是月柜 这月柜里面 放着就十条解冻 感谢主 让我们特别注意的是 在第七号的时候 注意这个月柜 这月柜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按照我们 我们在制圣所里面 律法 一条一条的衡量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希望的 但是大家注意 在这个月柜的上面 还有两个什么 天使 这个天使是称为什么 十恩座 也叫做避罪座 避是 这个 就是隐蔽起来的避 避罪座 或者是十恩座 所以1840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我们是犯了很多的罪 根据律法来讲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一人 十恩座犯了罪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呢 带着自己的血 只要是我们真正的承认了 在1844年 进行禅审判的时候 那我们所有的罪 都得以土 各位 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学习到启示录 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 耶稣什么时候 达到了天上的圣所呢 大家回忆起来吧 什么时候进去的呀 到天上的圣所 不是支圣所 耶稣基督被令复活 四十天升天 在地上四十天 当他升天的时候 他就到了圣所里去 所以我们大家记得 当耶稣死的时候 大声喊叫 什么事情发生啊 慢自裂开 为什么让人看见地上的慢自裂开了 当然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说 地上的圣所 结束了 预表 耶稣基督 他已经真的实现了 所以地上的圣所结束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耶稣一死 大声喊叫 慢自就裂为两半 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地上的圣所结束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 带着自己的血 进到天上的圣所去 这个是最重要的道理 其他的教会 他们都不明白 在前天呢 一位姐妹给我一封信 是其他教会的一个姐妹 到我们教会来 听了道理 没有听透 他就提出来 地上圣所要结束 是错六的 1844年是错六的 禅审判是错六的 一大篇 各位 实际上他自己没有明白 他说我们是错六的 怀使母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凡是真正上帝的儿女 一定要明白 圣所的道理 所以在第七位天使 特别告诉我们 显出月桂来 天上的殿开了 各位啊 我们请大家看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 我们请看第九章 我们先看第八章 第八章第一节 我们所讲的是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 有这样的大祭祀 已经坐在 天上之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帐幕里 做知识 这帐幕 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好 我们再请看 九章第十一节 九章第十一节 但现在 基督 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祀 经过了 更大 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 这个世界的 并且 不用山羊 和牛肚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依次 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耶稣基督 就带着自己 为我们定神价 所流的血 到天上进行 赎罪的工作 感谢主 地上 都是杀牛杀羊的 耶稣一死 满子裂开 让我们 就仰望到天上的 这位真正的祭祀 多好啊 各位 这就真正能赎了我们的罪 因为 人犯罪 杀一只羊 尚且能赎罪啊 何况 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 替我们 死了 赎罗我们的罪呢 哎呀 我们一讲到这里 心里多么快乐 多么感谢主 弟兄姊妹 愿主的灵 充满我们 使我们 真正的相信 那个在天上的 神所 主耶稣基督今天 就在 支圣所中 为我们 代求 我们日子 不多了 现在 求主 是我们 能好好地 准备自己 准备自己的心 禅审判 什么时候 结束 也就是 第七号 要结束了 禅审判 就结束了 我们不知道 已经 一百 五十多年了吧 一百四十年到现在 一百五十多年了 还有多少年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终于一天会结束 一定会结束的 各位 我们看到 这个 七个号 前面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那么准确的应验了 第七号 难道不来吗 肯定会实现 感谢主 今天 主给我们 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 好好的 记在心中 预备自己 时常 仰望 定时的家 的耶稣 这是 我们可以说 宇宙的中心 整个 就在 我们的主 受死上 愿主 帮助我们 使我们 预主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直到有一天 已经完完全全的 把自己的罪 都谢给耶稣了 耶稣啊 你是替我死了 我把我的罪 都求你舍面 真正的 相信 耶稣死 就是为我们死了 好 我们就得到他了 各位 到那天的时候 你也能够 每天起来 第一件事情 主耶稣啊 我愿你今天来 因为什么 主一起的罪 都赦免了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真是盼望 主 你越早来越好 越早来越好 求主帮助 这是圣徒的忍耐 就在此 他们是受上帝 诫命 和耶稣正道的 将来呢 我们能够 迎见主的 在这七号 都结束了 就是这等人 因为 称他们是圣徒 各位 称他们是圣徒 弟兄姊妹 我想大家都愿意 做这个圣徒 那么今天 我们就要是预备好 我们要守住 上帝的诫命 又守住 耶稣的真道 各位 是守上帝的诫命 和守住 耶稣真道的人 什么是守住 耶稣的真道呢 什么是守住 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一切的教训 我们都去尊心 这就是守住 不是拼了 是真正去做了 去实行 主归我们 丰丰富富的真理 我们都去实行了 各位 这个时候 你里面就是 新的生命了 上帝的话 就是生命 就是真理 我们就是一个完全 从生 从成义 达到真正成义的人 进入上帝的过 所以怎么样 是圣徒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能经受考验 愿主 赐给我们 都能够做这一班人 这班人主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欢然迎接他 不会是 你看 那边还有一些人 他们就 害怕 都跌倒了 前面的写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想 大家 对于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内容呢 基本上 已经理解了 七号 就是对于恶势力的打击 他们的受的苦 我们以后给大家仔细讲 对于接受耶稣的人 就是最大最大的盼望 荣耀的盼望 要临到我们 好吧 我们七教会呢 七印和七号 就 搞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回去 才能够 根据这个表 再看一看 这个表呢 给我们指明一个 一个概括的 是我们能够看到 一切 总义 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 从今天学了以后 大家 要一个 这么个心态 你愿意有吧 我是最近有感受 就是说 不论临到我们什么事 我们都不发怨言 我们要感谢在美主 因为都是主你所允许的 弟兄姊妹 大家理解吧 我真感谢主 现在主给我的一个心态 就是不论什么事情 临到我 我都感谢主 因为主你允许临到我 不愉快的事情 哎呀 怎么这个事情临到了 感谢主 因为主叫这个事情临到 感谢他 马丁路德说得很好 如果主不许可的话 一片叶子不会落在地上 不然的话说的 比较 更加的 好像是 能够这样实行吗 但是马丁路德就有这个信心 就这样 我们的头发 主已经数过了 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 上帝知道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以后大家临到 任何事情不发怨言 因为主都知道 你用这个心态的话 你就会面对你的一切 不许是苦是甜 你都感谢主 因为一切 主你都知道 为了使我成为静静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都互相效力 就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为什么我讲的话呢 七教会七印七号 就是这个内容 上帝 上帝用三次 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 就是这样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大家一定要学会 几乎不论领导任何的事情 不发怨言 感谢主 因为主啊 你叫我领导的 都是与我有益的 几乎你当时很苦很苦 你还是要这样感谢主 到以后就知道了 主是爱我 为什么叫我领导这些事 愿主赐福给我们 每位弟兄姊妹 好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最后一个题目呢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就是七教会 七印书卷七号 各有何重点 何意义 对我们的信仰 有何帮助 我希望大家记一记 回去要 圣经上的话要默想 不是学过 你要常想一想 回忆一下 对你自己是很有帮助的